三法市市長布里德星期二宣布計劃在田德隆實施夜間消禁 該提案將禁止部分零售業務在深夜營業 市長辦公室表示 設局是為了打擊田德隆區的毒品相關犯罪和人群聚集問題 根據該提案 如邊理店、酒類商店和煙草店 將被要求在夜間12點至15點停止對外營業 違反消禁規定的商家占面留每小時最高1000元的罰款 市長辦公室強調 設局並非只在懲罰小企業 而是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 受到該提案影響的地區 包括在Oferro Street、McAllister Street 以及Poke Street和John Street之間的區域 布里德表示正在聽取社區的意見 並與社區一起努力 市田德隆區對每個人來說都更安全 Tinawas記者編輯報導